請問你為什麼你要把傳單貼在這個地方 因為這邊是一個銀鐵劇的地方 然後大家都會來這個裝塵 然後大家在裝塵都可以邊裝邊看 四到六年級 四到六年級 好 然後就是五角五角之間 好 可以喔 你說這個問題有很多的層面 第一個 你剛剛說他們休息時間不夠 好 休息時間不夠 教育局規定 小朋友其實看電腦一個禮拜不能超過一小時 其實他對你的視力是損害的 這個是教育部跟衛生署建議的 只要超過一小時 其實很多人為什麼這麼早見識 其實六年級的小朋友不該回到進食的行為 就是彼此有眼睛過多 你都覺得不夠其實對小朋友已經超出負責了 好 這是第一點 因為你剛剛說不夠 那是因為小朋友在玩遊戲永遠多久都不會不夠 你在用電腦的時候其實可能都會沉迷 對都會沉迷 其實別人可能覺得你用太久了 所以他們會說你燙太久了 但是你覺得沒有啊 我都沒有啊 都不夠 我根本都還沒弄完 好 這是第一點對不對 其實第一個你們說不夠 是你自己去判斷 你不是就專家來判斷 其實為什麼電腦課只有一節 因為四十分鐘剛剛好 因為四年級胖的小朋友 你眼睛正在發育 所以你們不是成人 你們是小朋友 所以你們在發育的時候 如果你用眼睛過多 其實會造成有久性的傷害 那就是第一點 那如果你用課後或其他時間來 就超出負責的時間了 我們都不知道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政府還 你們一個禮拜就是決定 可是就是這樣子 我希望你們可以 因為這個勢力去影響到 對你 你未來的發展 好那第二個 先暫停 有沒有想過 有沒有剛剛老賽曉立 有沒有上課課 留下來掃地過的 有 有 有沒有發現很髒 對很髒 可是很多人是沒有 留下來掃地的 然後 我們都只要用 啊用完了 這些壞掉的 或是亂丟垃圾 有常常 上課上一班 欸為什麼 這邊黏黏的 有沒有想要去 欸我想要做小字工 你們都想我要用電腦 他們想要我當小字工 如果你 我又想一個心態 如果你很付出很願意 有人以前很少 你看這麼多小朋友都用這邊 這邊是全校都用的教室 你們教室就你們搬在用 對不對 那全校你看這邊要多髒 全校的每個小朋友的心 還都不一樣 好所以 你就大概知道 欸其實開放電腦教室是 對開放很簡單 但是怎麼把它弄好 是很麻煩的一件事 對不對 所以你要從那個管理的方向去想 欸如果今天有個團隊 然後又可以分得公平 那我們當然開放教室是 老師當然不會反對啊 很贊成 但是如果開放以後 變成更多的麻煩 然後又不能解決 那幹嘛害怕 對不對 有沒有想過那個問題 對不對 你們都想 欸我要玩很棒 對環境很棒 我小朋友我也喜歡玩 但是我要破的那些副作用 我都沒想過 對 那是小朋友 好另外一個是有小朋友 還有 那個老師 因為我們有參加DMC的活動 然後就是 我們有做DMC活動 我們就是想要做有改變 然後我們想到改變就是 我們剛剛開放電腦就是 因為我想說 有很多小朋友嘛 他們在回家的時候啊 沒有時間做作業 或是沒有時間查資料 然後 然後啊 有些人在學校也 第二個朋友 可能是在這裡 不會忘記 還是應該是 很棒 我們 辛苦了 謝謝 還有